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陆总 原秘书又辞职了 第44至45章,没有约你 那我们在干嘛? 给个交代 X集团总裁说完 拿着手里的杯子朝着金夏举了举 做了一个隔空碰杯的动作 就转身走了,去了别的地方 陆毅问金夏,你真的要去? 晚宴结束以后是我的私人时间,老板 金夏说 言下之意就是,我爱去哪就去啊 跟你没有关系 陆毅被金夏枪住 顿时说不出话来 他确实没有资格不让他去跟别人约会 也没有权利过问他工作时间以外的安排 连连 金夏把连连叫了过来 这里交给你了,我要离开一下 你去哪儿,现在可还不是你的私人时间 陆毅心急之下,拉住了金夏的手腕 金夏低头看看陆毅的手,陆毅后知后觉的松开 金夏的口吻,多少有点无奈 老板,现在虽然不是我的私人时间 但是我还有去卫生间解决个人问题的权利吧 连连抿着嘴,忍着笑 他第一次看到老板这个模样 感觉好像一个害怕被人抛弃的小男生 跟平时在公司看到的那个四平八稳运筹帷幄的总裁 差别好大 金夏一走,陆毅就像丢了活一样,没过多久 他一转头,突然看到金夏正在不远处 跟X集团的总裁站在一起 两个人面对面,正在有说有笑 陆毅感觉自己的眼睛都快冒火来 胸腔里一股酸溜溜的怒气窜升起来 他立刻就恨不得冲过去 把金夏给拽回来,他已经看到X集团总裁的眼神 那种雄性天生的狩猎眼神 身为男人的他简直太清楚了 而这个时候,金夏正巧回头 他的视线迎着陆毅的眼神 漫不经心地与他对望了一下 然后就转过头去 继续跟对面说话 根本就没有把陆毅放在眼里 陆毅气得脸色都变了 连连也看出来老板这恐怖的表情 有点害怕地向后站了站 老板,我,我去把袁秘书叫回来吧 不用你 陆毅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直接越过连连 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走去了金夏面前 陆总 有事 我跟袁小姐正在谈关于 稍后再说 我现在有点急事 陆毅拉起金夏的手腕 非常强势地把他带离了会场 去哪里 金夏跟在陆毅身后 他能感受到他的怒气 他浑身紧绷 周身散发着可怕的气场 一句话也不说 就拉着他往前走 直接上了车 送你回家 陆毅坐在车上 一把扯下了领带 他试图平缓自己的怒气 但是失败了 我不回家 我还有事 金夏才不管陆毅气成什么样子 他开门就要下车 陆毅突然起身 一把按住他的手 把他按在座椅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回去 真的跟别的男人约好了 金夏被突然逼近的陆毅 和他灼热又恼火的眼神 给瞪得一下子失去了声音 他给他的印象 一开始是有些冷漠的 后来发现 其实他是个很温和儒雅的人 可是现在 他突然变成了一个 压迫感十足 掠夺感十足的男人 让他有点说不出的紧张 你要干什么 金夏吞咽了一下口水 我要问你 是不是真的对那个男人有意思 如果我说是呢 金夏鼓起勇气 作死地说 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陆毅放开手 坐回去 目视前方 胸口剧烈地起伏 他刚才确实火冒三丈 但是金夏的话 让他的理智 重新回到了大脑 他确实没有资格阻止 他跟别的男人约会 甚至于 那个人在金夏的眼里 可能比他这个无聊又无趣的老板 更吸引他 金夏深呼吸了一下 突然扯着陆毅的领带 把他给生生地扯了过来 两个人又回到了刚才的那个暧昧的姿势 只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 金夏便被动为主动了 陆毅静静地看着金夏的眼睛 两个人离得特别特别近 近到彼此的呼吸都交错着 进入彼此的鼻腔 暧昧到极致 刚才 在里面 我都主动去找别人了 你怎么不跟连连轻轻我我来气我了 金夏扯着陆毅的领带 越来越用力 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鼻尖都快碰到一起了 陆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 然后是尴尬和不自在 声音都小了下来 我跟连连一直都是正常工作距离 你把他从行政那里弄上来 不就是为了气我 让我吃醋的吗 你都知道了 我又不傻 他 他对我也没什么的 他有男朋友 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 还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 怎么知道我喜欢你 金夏说完这句话 原本强装的霸道 开始蜕变成了害羞 陆毅的眼睛 瞬间爆出了光彩 他看着金夏 嘴角开始抑制不住的上扬 这个嘴硬的小丫头 终于从他嘴里听见了这句话 真是太不容易了 那你跟那个人都说了什么 他还是忍不住要问 他不是说晚上要来接我吗 我跟他说 我虽然说了晚宴结束之后 是我的私人时间 但是并没有答应要跟他出去 那我有这个荣幸 约你吗 你没有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金夏说完 陆毅的吻就激烈地印了上来 他的吻来得如此热切激烈 压抑了一段时间的爆发 完全不是第一次的声色可以比较的 金夏被他吻得一阵阵的站立 抓着领带的手指越收越紧 喘息越来越急促 陆毅终于再一次吻到了 他香香软软的小姑娘 一个吻结束 陆毅神情地望着金夏 刚想要说些甜蜜的话 想说说自己这段时间怎么想他 怎么惦记他 金夏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一身靠过去 静止稳住他的唇 笨拙而热烈的清甜瞬息起来 嗯 陆毅显然有些诧异 正在发生的一切 却不容他思索 身体的本能已经占据了上风 金夏两手还住他的颈 手掌摩缩在他脸颊上 强横地撬开他的牙关 主动探舌深入 他紧闭的眼近在咫尺 睫毛微微颤动着 近距离看 那雪白的肌肤仍旧毫无瑕疵 唇上的湿热 更令陆毅心底涌动的情绪 失去控制 车厢内狭小的空间里 萦绕着暧昧与欲望交织的气息 身体的稀疏动作和唇舌交缠 发出轻泽声在寂静中 愈发被放大 指一个吻 在陆毅主动迎合的瞬间 将两人同时点燃 一股莫名的躁动 在身上蔓延肆虐 姑娘轻柔地喘息 与男人喉结上下的滚动 都将爱欲融化在身体上表达 情朝疯涨 排山倒海而来 令人无可防备 也不想防备 路易渐渐强势 灵活的蛇长驱直入 在惊吓口中搅动 手掌游走在他腰间 蠢蠢欲动地探入衣惊下 已经尝过了他的甜美 还怎么能满足于一个吻 嗯 嗯 惊吓迷失在男人特有的 霸道机吻中 身子渐渐软在他怀里 趁着一个深情的长吻结束 二人唇半烧梨 路易用手拉着惊吓 让他慢慢从副驾驶座 跨到他身上 他脸上泛着罪人的红韵 看得他心神摇动 路易大胆地 将手自他滑腻的大腿 摩缩至裙底 拽着他在自己腿上坐下 玉腿大分 已经悄然润湿的私处 与他的裤腿亲密接触 他眼底幽光一闪 嗓音略带沙哑低沉 沉声说 我每天都在想你 他的吻又铺天盖地袭来 不给惊吓一点得意的时间 再度沉沦于 甜蜜湿热的缠绵之中 身子越发与他的胸膛贴近 路易炽热的吻 一寸寸蔓延至颈尖 惊吓半眯着眼 看着他的侧脸 手指却不安分 去解他的衬衫扣子 掌心毫无阻碍地 贴在他坚实的胸膛上 摩缩着男人肌里分明的胸口 指尖还在画着圈 极尽挑逗之能事 男人果然经不起诱惑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